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有請老委會主委 盤主委 主委請 主委好 這個有關於 官場工人的問題 我今天在這裡已經第三度 來質詢了 第二度質詢你 第一度是質詢內政部長 李前總統 交代我 一定要想出一個辦法 給他們一個 合理的解決 因為他們很可憐 所以大年初一李總統跟我交代這件事情 所以一再過來就是這個原因 這一張這麼簡單 我以前在萬國當過律師 我沒有看過這麼簡單的契約書 這一張契約書就是 官場工人跟你們所簽訂的 貸款 所謂的貸款 這個契約書 但是在標題裡面 雖然有利息的約定 還款的期間等等 標題它有講到 它是要促進就業 促進就業的貸款合約 我們在法學上 我們在法學上 簽訂一個書面 到底是什麼性子的契約 還是什麼性子的內容 要探求當事人爭議 要探求當事人爭議 我剛才在那邊聽 其實我蠻贊成 主委你講的 庭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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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外和解就不會 而且也不會到法院去 因為他們不喜歡到法院 不會受解以前的案例來處理 我贊成庭外和解 但是我認為庭外和解 唯一就是捨棄對他們的債權 就是捨棄 用捨棄的概念 捨棄對他們債權 我為什麼認為要捨棄 我有三個主要的理由 第一個 這些官場的工人 他作為官場 這個是因為我們政府 西進政策 造成我們這些老闆 西進到中國才把那個官場 是國家政策的受害者 這是第一個 不是因為他們怠惰 或是他們有犯了什麼錯 是國家政策錯誤 所以我們必須要照顧他 第二個 我們要貪求當事人的爭議 到底他們簽這個 很多人都不識字 就被當時的官員 就用文字 用口語 就呼嚨過去了 他們就簽了 簽了 到底他是代償 還是借貸 有的爭論 請問主委你們有沒有一個雜誌叫做 這個 公運春秋 有啦 公運春秋 在2011年 五一勞動節的時候 就是兩年前的五一勞動節的時候 他的 第九十頁有講到 這個是一個代場 是一個代場 是一個代場 請問主委公運春秋在 勞委會是什麼地位的刊物啊 他是勞委會委外來製作的一個有關描述過去工會發展的一個歷程的一本書 所以 所以老委會委外 對 他因為有作者他本身有在裡面表達那個意見 在 你們也有 文章都有看 都有審查 才有可能看 那 公運春秋這篇文章既然調到這個問題 這些工廠官人 工人 以及他們的親屬 也都會去看 裡面但是也有呈現說貸款這件事情 所以他其實是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在裡面有陳述出來 不過他裡面至少有講到說 這個是一個代場 有裡面有提到沒有錯 那是作者他的想法 但是你們的刊物裡面刊出這樣作者的講法 就是你不反對他才會刊出來 也不是啊 因為我們還是在尊重作者他當時在整個撰寫過程他的想法 我當教授我在投稿我的文章實際上被 這個出版社或是總編輯都很多東西 他不合意見都刪掉了 我知道 因為個人他作者他有一個新政在 他自己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們也不好意思說把它刪掉 不管如何 但是你們沒有刪 沒有刪刊出來以後 讓這些相關的人士讀了以後 這是一個代場 他就不會去注意到這個 他們所負責任的問題 所以有人要去世的時候 都不知道要把這個問題拋棄繼承 所以才會有小孩子還沒出生 就已經付了這個債務 如果人家知道這是一個債務的話 這個小孩子當時出生以後 要去拋棄這個繼承 因為就不會繼承這個債務 就是你誤導了他 你誤導了他以後 他就不知道要去拋棄繼承 所以小孩子出生就繼承了這個債務 才會有剛才委員講的 怎麼會告一個還沒出生的小朋友 就是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很顯然他法律性質有所矛盾 而你們在公英春秋裡面 這樣來記載來描述你誤導了人家 人家不知道要怎麼樣去採取 這個自我保護的一個法律上的措施 這是第二個理由 那第三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 我要請問主委 剛才你講到說即使去打訴訟 全部都贏了 全部都贏 法院沒有跟你們拄減金額全部都贏 頂多四千萬 你剛才有講 不止那就不止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不一樣 我們現在是因為我們用這個方案的情況之下 大概只能回收大概三四千萬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是打官司那不一樣 那完全不一樣的 對 去打官司他不會看你這個方案 對啊對啊 打官司是全部 而且其中還有包含違約金 利息都要算在裡面的 我們現在是把違約金跟利息全部都免除掉了 然後還把他的本金的部分用這樣的方式除以 所以最後可能剩下三四千萬 假設你完全按照法律來去告他們 那完全多勝訴可以回收多少 就是大概三億多吧 三億多 對 總共有多少人 現在剩下五百四十八位 還沒有完全還款 還有五百四十八位嘛 對他其中其實有些人是已經還了一部分 大概三億三千萬付錢 那全部大概 對 主委 是 現在呢 如果你們用這個補貼的方式 嗯 你們現在 啊 這個三億多你們 會減少多少 補貼大概差不多 就是剩下大概我們能夠回收只有三萬 三千到四千萬付錢 喔三千到四千萬 對對對 對 好 那我要請問你 五百四十八位 你知道律師會怎麼算 我們基本上 你知道我們律師在怎麼收費呢 我以前在萬國法律師務所 當過律師 我那時候呢 當民國八十二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時薪六千 我那時候時薪六千 我的老闆就看我這個 這個案子處理幾個小時 例如 我處理這個 十個小時的話 我這個案子我老闆會跟人家收六萬 我二十年前是一個 那麼律師會怎麼收呢 算人口 所以是五百四十八個案件 現在台北市的行情 你現在你準備要找誰 你要找誰當律師 你準備要找誰當律師 知識委員跟各位報告說 我們基本上不希望用訴訟方式處理他 假設 我現在就問你說 你如果 真的走到訴訟 你去找李律 你去找我們司法院院長 以前的萬國 也就是我當時服務的萬國 這一個人 我換大概收費 律師會 一個人律師會 我看五十萬跑不了 沒有那麼多不會 我看你如果找這個大型事務所 一個人嗎 為什麼我說五十萬 一審就十萬 我們判決確定好像說是只有一萬六千五 沒有那麼便宜的律師 有啦我們這邊都有採購法的 這個案子要打到勝訴確定三審 不會 要到三審 因為我們到現在 還發為更審 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判出來都是一審就決定 他如果要上訴 上訴是人家的權利 是人家上訴的權利 我還是跟委員報告 到時候還會跟你說 上市最高法院 是用法律錯誤 到時候又發為更審 平均如果一個案子打五審 一審十萬塊 平均啦 所以總共一審 一個人頭要五十萬的律師會 所以我們用公證 用訴訟外和解用公證就好 所以我跟你主委講啦 如果打到訴訟的話 這些錢都被律師賺走了 不然律師要吃什麼 你這個差額三千多萬 不夠律師會啦 所以我認為 我們用和解的 請外和解 雙方講一講 因為兩邊都有過失 兩邊都有過失 完全就把他捨棄掉 捨棄和解 我幫你寫和解書 我不跟你說律師會 可以嗎 謝謝委員 捨棄你們的請求權 不要再去為難他們 真的很可憐 這樣搞下去 你這個主委的政績一定不好 你不如把他捨棄 把你的心思 完全集中在 勞保年金的改革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歡迎他們來做庭外和解嗎 我鼓勵他們來跟你做和解 但是我認為要全部捨棄你的請求權 就和解的內容就捨棄嘛 那這樣呢 將來就不會再糾纏他們這樣 我個人認為這樣是可以可行 謝謝委員 這樣不會影響到以前已經還款的人 那五百多人你打訴送起來 律師會不得了 律師會不得了 因為 一個人算一個律師會 一個人打個五審的話 你自己想想看 那律師會根本讓你不合算 我們會再請教一些專家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請教過很多專家了 這個事情不用只叫專家 是你的政策的問題 只有你能夠決定 我們國家真的沒有差這三四千萬 你這三四千萬 你不要再跟他們爭這一些了 就捨棄啦 捨棄啦 然後呢 也不會去影響以前已經還款的個案 我覺得這是一個折衷方式 那他們要跟你簽和解 對你也有好處 也就是說是他們跟你和解的 以前還款的不會受到波及 不會受影響 所以他們也有貢獻 你們也可以省掉律師會 對 了解 那主委能不能答應我這樣一個請求 我回去跟我們同仁商量一下看怎麼做法 因為本來我們現在都是要希望安排庭外和解 我們都是用庭外和解方法 因為李總統真的很關心這個案子 知道 所以他連大連初一都跟我交代 所以我們一直說用庭外和解方式處理 不要用訴訟 那李總統也知道這個用法律不對 因為他一直很關心這個問題 他認為說這個問題打訴訟 有時候會碰到那種法官就是非常僵硬 就是看這契約書的貸款 所以李總統是說用一個創意 用一個創意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想 庭外和解捨棄你們的請求選是最好的方式 謝謝委員 主委 那你能不能同意本人的請求 我就是說我會採取庭外和解 但是至於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個我要跟我們同仁商量一下看怎麼做法 全部成為 這個建議很有創意我們可以炒上 和解書我來幫你寫 謝謝 就用捨棄這兩個字捨棄你的請求權 這樣後面有沒有什麼其他的這些項目我還不清楚 我要了解一下 請問他們才行 好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 你要跟老委會說律師會